哇 你們看 這是馬來西亞的早餐耶 你們好 我是Erin 我現在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 和酒早餐店 那我在來之前啊 就有在我的Facebook還有IG上面 問一些大馬或者是熟悉馬來西亞的愛獎說 我要來吉隆坡了 你們最推薦什麼 就有很多大馬的愛獎留言說 他們說我一定要來嘗嘗馬來西亞的早餐文化 然後大家最推薦的就是這一間和酒 哇 你們看我現在差不多 一定不是早餐的中午 可是它這才是大排長龍 我們剛一進來就只會用這邊的機器先領牌對號碼啦 你們看裡面的樣子 這裡是海南茶室風味的早餐 那我這一趟在馬來西亞一個禮拜 也會做一些大馬的特輯 所以如果說你對馬來西亞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也歡迎你們加入我的IG還有FB的愛獎軍團 我也會常常在上面問問題跟你們互動 就覺得說哇 我這支影片的內容 是和你們一起做出來的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先等一下叫好物 好大聲喔 而且是英文欸 我們是126 我真的到現在終於有我在旅遊的感覺 我前面幾天我們bookcamp真的太瘋狂了 然後我的攝影師又跟我一起來 他一個人負責三台攝影機還有腳架 帶著到處跑 因為我這次負責登場三天的主持之外 還有我的一個Session是Storytelling的技巧 也融合我自己這幾年來拍影片的經驗 這樣在課堂上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結束的時候也真的很感動 然後有機會的話再慢慢和你們分享 我們就先來吃早餐 這是我們剛才點的 將將 我好像點有點多欸 我剛才還問他說 我們這樣吃夠嗎 他就說你先吃 哇 你們看 這是馬來西亞的早餐欸 早餐 好好吃喔 天啊 真的太誇張了 難怪他剛才叫我不要衝動 然後跟你們分享一下大麻的愛獎 告訴我要點什麼 第一個是雪油家洋烤麵包 這個 中間那個咖啡色的醬就是家洋 再來是生熟蛋烤麵包 這也是非常經典 一定要點的 再來是傳統椰漿飯 還有咖哩多糖粉 這一個是高盤黃金咖哩麵 首先是這個生熟蛋烤麵包 他的吃法是好像要加醬油跟胡椒混合 再把它攪在一起 這樣子 這是我學到 如果我做錯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不過大概是這樣 就是幫他調味 攝影師你不覺得看起來很好吃嗎 對啊 好了喔 對啊 我再加一點好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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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油汁 不得了不得了 現在完全蛋跟那個麵包是融合的狀態 這炒麵包極香濃濃的奶香味 跟蛋醬子半熟蛋也吃起來超濕潤的 它的口是要加奶油 喔好好吃喔 然後這樣子沾 這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它這樣子的吃下去真的很搭耶 這半熟蛋也不會有那種很生的雞蛋的感覺 完全沒有 這個真的必點 可是我覺得我醬油好像加太多了 哈哈哈哈 對 我前面吃金黃很鹹 可是這是味道很香 後面就還好了 然後這一個呢 是他們的加鹽麵包 中間有奶油嘛 然後裡面是這個加鹽醬 那這個加鹽醬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因為這邊是海南餐館嘛 然後之前那些從海南島移民到馬來西亞的華人 他們剛開始來的時候很多工作室在幫英國政府 做一些大廚的工作 所以華人他們就融合英國的英式口味 加上在地的海南馬來西亞料理 把椰子 奶油 雞蛋糖 就把它在大鍋裡面煮 煮到就是很濃稠 它就變成這邊很特色的加鹽醬這樣 喔好期待喔 我沒有吃過這個味道 嗯 這超好吃的 它是甜的還鹹的 又甜又鹹 很濃很濃的椰子味之外 又有奶油的香 然後又有烤麵包香 這太好吃了吧 這拿10個 10個 太扯了 不可以把這個吃掉 這個是我的 真的好吃了吧 我覺得我滿足了 我們現在吃完兩個經典麵包之後 第三道是這個咖哩豬腸粉 這個我覺得好特別喔 因為一般我們想到腸粉 會想到港式飲茶的河粉嘛 它是直接有點像板條的樣子 旁邊有咖哩 我之前沒有這樣吃過這個腸粉耶 好 那我要吃吃看 馬來西亞人早餐吃的味道這麼重 真的沒問題嗎 這跟我們一般吃到的那種 泰式咖哩的那種咖哩完全不一樣 比較偏東南亞的那種 椰香 椰奶咖哩的那種 然後上面那個油蟲還酥酥的 它雖然它好油 然後味道有點重 可是也太好吃了吧 因為我們兩個沒有吃早餐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就是早餐 我就是點了兩杯很特別的飲料 一個是美露加咖啡 因為美露之前超市有介紹過他們的國民飲料嘛 所以他就把它加在咖啡裡面 這也是我覺得這邊應該會蠻特別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海南咖啡 這一杯 就很想知道海南咖啡到底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海南咖啡跟越南咖啡有點像耶 就是有很甜的煉奶味 但是它沒有越南咖啡那麼濃 它就是再更清爽一點 我覺得一般怕苦咖啡的人應該會喜歡海南咖啡 它喝起來完全不苦 然後也沒有什麼色味 然後我現在要吃的下一道 是這個椰漿飯 這隻椰漿有配小黃瓜、花生 然後這個小椰漿超好吃的 因為它炸得很脆 然後又熱熱的 我先吃椰漿飯本來的味道 哇塞 又辣又甜 怎麼會這麼辣 所以我原本就想說是跟那個豬腸粉一樣 是咖哩 結果它是濃濃的辣椒 然後配上甜甜的椰子 但是辣的味道超濃的 我的天啊 早餐吃這個真的OK嗎 我要噴火了 我要噴火了 怎麼有我這種我在韓國的感覺 因為我再來之前也有吃其他的椰漿飯 有些就真的是那種椰奶 咖哩甜甜鹹鹹的 配上這個小魚乾 我再吃一口 好椰好辣 馬來西亞這邊的食物啊 他們最後會有一個很辛香的尾韻 這個尾韻很特別 有點說不出來 是我們平常比較不會吃到的嗎 好特別喔 然後我要喝我的美露咖啡 小朋友會喜歡的咖啡 巧克力甜甜的 跟那個海南咖啡有點像 不過這個加了巧克力的味道 很好喝喔 挑戰最後一道 咖哩麵 是有雞肉 小的會不會辣欸 嗯 這個就完全不會辣 跟剛剛那個椰漿完全不一樣 雖然說都是咖哩 可是我們可以期待馬來西亞他們的咖哩 都有在加椰香味道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是椰奶香 有時候就是椰子粉的那種香 我們平常吃到的好不一樣喔 除了雞肉之外 還有一些馬鈴薯 很好吃很好吃 很符合我們的口味 好我們先吃 等一下還會再帶你們去看一下 池場街 也是這邊的美食街 傳統市場那樣的感覺 那我們剛剛已經吃完喝酒早餐 現在來到的是附近的池場街 我剛才不是一直說 哇我覺得早餐吃這樣OK嗎 結果講完沒多久 我就上去上廁所了 你是不是也拉肚子 對我剛也默默拉了一頭 哇我們的胃真的不行欸 因為我們可能早餐沒有吃 我覺得我可能要在馬來西亞久一點 才可以把腸胃訓練的強壯一點 真的口味非常的多元 跟我們平常吃的早餐很不一樣 連咖啡都是甜的 對超甜的 可是很好喝 我真的覺得說我還蠻推薦 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馬來西亞旅遊 不過來這邊玩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他們插頭的孔跟我們不太一樣 就跟韓國一樣 我們來這邊玩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轉接頭 就是我們台規的轉馬來西亞的這種 比較陰規的接頭這樣 我這次的網卡用的是 我之前就有分享過的網卡世界 他來馬來西亞的網卡啊 就是也會送馬規的轉接頭 我真的覺得很方便 因為買他們家的韓國網卡 去韓國也會有韓規轉接頭 所以如果說你有想要來馬來西亞玩 想要買網卡的話 你們可以用我影片資訊欄下面的連結購買 他會再送我們轉接頭 我們就可以不用再另外買這樣子 好啦 那這一集的分享就簡單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也幫我在左下角按個喜歡 然後也歡迎分享給想要和你一起來馬來西亞的朋友 那我們就很快下個影片見吧 掰掰 嗨 一樣馬來西亞超市必買 你推薦的是 就是白咖啡 白咖啡就是這邊嗎 我好像看到很多人都說要 宜和白咖啡 宜和白咖啡也可以 白咖啡來自宜保吧 然後之前呢就有一個很厲害的老闆 他就開了 Old Town 重點推薦的就是他們店就是白咖啡 他們家的白咖啡也很好喝 所以兩家都可以買 對對對 那白咖啡跟一般的黑咖啡喝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就白咖啡很多人會以為就是白色的嘛 其實它不是 它其實是 其實它是咖啡豆的原因 因為一般黑咖啡是比較苦澀